很多孩子到了高一 都有一段不适应 尤其是碰上数学 化学 物理啊 生物这些课程的时候 那难度系数比初中 那是高跳高开的 所以呢 尤其是女孩 这时候很容易就被甩下了 她不用着急 过一段时间 咱们就会迎头赶上 妙妙学习跟不上了吗 唐元明给你打电话了是吗 怎么不给我打 唐元明怎么可能约过你 给我打电话 就说万一啊 学习成绩要退步了 不要操拾过急 要迎春花也要辣妹 花都不在一个店开 何况是孩子 还有狗一包花 妙妙就是我的夏美奎 莫等线 只争朝夕 适者如私服 我今天路过学校啊 看了看孩子 瘦了 小脸都是尖了 本来想跟她说几句话呀 她都没工夫 说要赶回去刷题去 现在这高中生证是辛苦了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早干嘛去了 临时抱佛脚 她急着好事 抱总比不抱强 你闺女就是戏精 装可怜 她怕考不好回家挨骂 所以提前打伏笔 我跟你说个真事吧 我们隔壁公司的刘副总 就是她爱了 天天白打神术来的 孩子高二 学习成绩一贯很好 有一次测试没考好 我一下抑郁了 现在在家待着 她老婆也不上班了 天天在家看着 老刘这个着急呀 有一回她儿子说了 妈妈要不是因为舍不得你 我早就不想活了 老刘一个大男人 跟我说这些时候 眼眶都红了 后悔了 说了早知道 何必要那么逼孩子 现在 她老婆带着孩子 全国辩访名义 顺道旅游散散心 那那孩子就不上学了 还上什么学呀 只要能活着 就是他们全家 最大的目标 只要活着 就是分本的机会 所以说这孩子 不能逼太近 你闺女是这种人吗 所以我们该气努一性 我们闺女神经坚强 是神经大调吧 大调怎么了 这基因多好啊 跟我默念 默念 默念好几遍 妙妙 妙妙 是亲生的 亲生的 亲生的 基因是遗传的 遗传的 遗传的 行行行行了 别把你那套洗脑战术 用到我头上 我告诉你 她考不好 我自有分寸地收拾她 你别总我们我们的了 都是因为你 降低了我闺女的 IQ值 我 我这个 怎么了 其实我的基因 根本拼不过你 对啊 你说她哪点像我呀 性格随你 男的随你 连长得都像你 这样让胡子 就是林大为她第一官 性别随你 女的 行行 给你换一个 少女粉的牙刷去 干嘛要给我换牙刷 你现在换牙刷弄 我老分不清楚 我袜子抽了 我去洗袜子去 你闻闻我那袜子 来 过来吧 请坐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几门没考好而已 几门没考好而已 三门不及格 李华生 全班倒数第一 你妈的老脸 都让你给丢尽了 对不起 我下字一定考好 你看看你都跟什么 人是好朋友 邓小琪 全班倒数第二 你们二位 可以说是一对难姐难妹 人家邓小琪成绩不好吧 人家还有个小姑娘样 你看看你这二道毛 不男不女的 我也想留长头发呀 你不让啊 你说我浪费时间 你还这么听我的话呀 我让你把脑门露出来 你看你那头发脸厚的 挡着眼睛 你能看到你的前途吗 你不会拿个发奖 别上去啊 都高中生了 还别个哈喽卡丁 不认识 我认识 你喜欢 你怎么不喜欢 跟人家成绩好的人交流呢 你整天跟邓小琪 能学到什么呀 你看看他妈那个样子 能教出他什么好吗 你后面就做着状元 这多好的机会啊 你有什么不懂的 不会的 你下了课 可以跟人家交流交流 人家可能不带你一起玩 状元是站在山顶的 你蹲在山脚下 你给人家状元提鞋 人家还嫌你蹲得慢 那我哥们江天后 还是全班第二十呢 我的妈呀 全班第二十有什么了不起 全班第二十 只能算是个中等生 人家第二十名 你也敢跟人家一起玩 你想想你的排名 你好意思跟人家玩吗 你跟人家玩得起吗 不说话了 你的学习态度 一个月二十八天不想学习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不想干什么 会的全部考考的全部会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本来打算悬疑翻身的 没想到粘锅上了 林淼淼你笨吗 你心眼灵得很 为什么聪明如你 偏偏学习差呢 因为你懒 你不刻苦 你不专心 你课桌上 课本上画的那些画 你把那些东西搞得再好 有毛用啊 人家不考 我跟你说 你听着 下个礼拜 你把那个广播站给我退了 集中经理全力以赴 把学习成绩给我搞上去 我保证下次扛好还不行吗 没有下次了 学校要求我们 必须参加课外合同培养兴趣 学生以学习为主 兼学别养 那你以什么为主啊 一天到晚吼吼吼 直到关了宫骂孩子 流生去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们两个人要是够努力 我至于这样吗 林大王一个出来 唉 来了 我干什么呀 一见面就抄抄 一见面就抄抄 有话不能好好说啊 我都听见了啊 你妈说得那么对的 你现在主意就是学习 但是学校要求参加这广播站 咱也不能坏了规矩 你下一次 成绩要是不能进步的话 那就必须退广播站 啊 妈 孩子打醒了 行了 要累一天了擦把脸去吧 你别在这儿祸悉泥了 明白吗 你给我说清楚 怎么努力 用什么办法 把成绩给我弄上去 我准备扬长臂短 我要学文 理科我放弃 谁允许你学文科的 你进了实验班 就必须学理科 学理科将来专业都好就业 可是我的优势在文 学理还不让我去死 我说得好像你文科 在班里能排第一似的 你的常驻是挂科 一次挂三科 我本来就没打算进实验班 你听她说的什么话呀 我好不容易给你弄到实验班 你不珍惜 反倒是我欠你的吗 你就是欠我了 我天天在实验班被碾压 我没运日 没狂盗 没自家 那天我已经很不错了 我都没跟你抱怨过 我这半年是怎么过来的 行 行 行 那实验班里高手如云 孩子能保持这么好 心态真的不容易了 对一个差生来讲 最大的优胆就是心态好 明明 我说你说话 能不能不这么恶毒 你亲闺女 万一昏了头 冲到马路上来一辆卡车呢 你还不去追吗 我当然得去追